- 大家好,歡迎收看《走向日園》 我算是農頭過的迷迷 那我們先看今天台股的表現 現在台股一樣 既昨天漲了95點的後續 那今天的延續這個反彈 今天收盤收漲了155點 相對我想今天的台股收盤 是收到今天的最高點 那畢竟我想我們在針對昨天 昨天為了說我們也花很多時間 針對三個重點來跟各位做相關的一個分享 那其中包括第一個重點就是說 以這個波段的一個台股 畢竟跌跌不休 就是說受到這個多重利空干擾因素的影響 不管是說像俄乌大戰 甚至包括像這個疫情 做到不斷不斷的延燒 到今天已經差不多境內已經來到2300多例 那甚至包括像國外 像美股的部分 不管是說這個所謂的叫高通膨 升息縮表 我想這些因素 甚至包括像在近期這個不斷不斷 外資不斷的一個大逃殺 在台股形成提款的一個匯出 多重利空這個干擾因素 那畢竟我想針對就是說 以到前天前天指數 拉回拉回到這個16845點 相對我想我們在前天這個節目當中 就是說針對近期的一個台股 我想我們在昨天也花很多時間跟各位分享 為什麼我們在這個timing 受到這個多重利空淬煉的一個台股 我們反而認為就是說以在目前這個當下 反而是各位針對台股有部分的一個叫 絕佳的一個買進點 這是第一個重點 那第二個重點 甚至我們針對一些相關 在近期拉回弧度相一相 深的一些IC設計的這些族群個股 那針對IC設計我想就是說 不同架構的這種IC設計這種個股 你要有不同的一個因應的一個策略 甚至包括像第三個重點 針對短線上已經漲多了這些 包括像黃毅的 綠電的一些相關概念個股 各位你要去特別特別留意哪一些操作面的一個重點 那畢竟針對我們在上 就是在昨天給各位分享的這三個重點當中 我想我們依然給各位下這麼一個結論就是說 這一路我想我們分享各位這兩句話 一樣要請各位 無論如何你一定要聽得下去 聽得進去 包括你要針對不同個股 先去嚴格區分他們的一個多空架構 第一個就是需要區分多空 多頭股跟空頭股操作模式是不一樣 那來執行一個第二個重點就是所謂的叫 太弱換牆的一個動作 太弱換牆的一個動作 那畢竟針對我們在昨天給各位相關分享 針對為什麼我們看好就是說 目前這個台股大盤在前天之前 都是一路一路往下的一個修正 那這個修正為什麼我們會在昨天 特別特別提示各位 昨天反而是 就是說以目前這個timing 第二季反而是台股的一個叫做 絕佳的一個買進點 因為畢竟 現階段 就以台股來講 我想任何一個市場都是一樣 不管任何一個市場 大盤是如此 個股依然都是如此 我想股票市場它是走一個叫循環的一個觀念 多頭循環走完會換空頭循環 那畢竟我想在近期也受到這個多重 這個利空因素這個干擾的一個影響 我想這個疫情就疫情來講 我想今天已經2300多 那在昨天都是1000多1000多 這個都每一天確診的這個人數都在做不斷不斷的一個攀升 那重點我們先不妨就一個疫情的一個演進 我們來分享各位就是說 不妨請各位自己去做一個好好思考 昨天台股又怎麼樣 延續到今天又是怎麼樣 那疫情這個擴大的一個因素有沒有去做改變 我想這個是目前來講 還沒有那個所謂的止住的一個一個趨勢 每一天都還在做一個不斷不斷的一個延燒擴大 那這個擴大我想回歸到股票市場 我想這個相對都會等到一個叫做利空的一個鈍化 利空的一個鈍化 去形成一個叫跌無可跌 跌無可跌 那跌無可跌的一個後續到的話 一樣無論如何回歸到基本面 就是就如同我們在昨天跟各位分享 這個德國的這個股神 這個科斯托南尼 他的老人跟這個狗的一個故事 我想就是說股票市場就如同 基本面就是如同這個老人 那股價的一個表現就如同這個小狗 一下子跑上去一個 跑前面一個跑後面 無論如何到後來都會回歸到 這個所謂叫基本面 那台股的一個基本面到底好不好 我想這是全球無庸置疑 全部都不否認 包括從去年 全部上市三位公司這個獲利 獲利EPS 每股淨率高達這個4.3兆 年增率是73% 我想這是有史以來最好的一年 甚至包商配發的這個現金 現金股力高達2.6兆 平均這個現金殖利率高達5%以上 我想這個在全球股市當中 是最佳 現金殖利率最高的一個市場 那相對台積電後續大概 一樣是連續7季 要改寫到歷史新高 那畢竟我想 我們在之前也跟各位分享過 利空這個干擾因素 這個盤式你要去做到它的扭轉 那扭轉你也無論如何要動用 這個叫全值個股 那包括我想這兩天 包括像台積電 台積電昨年漲4塊 今天又漲了5塊錢 那2454這個聯發科 昨年漲5塊 今天一漲漲了18塊錢 這個都已經全面性表態 是包括像這個2303像聯電 聯電大概昨年漲1%多 今天也漲了2%多 一漲全面性 全重科技股的全重個股 已經做到表態 那這個表態當然更有利益 這畢竟都是回歸到基本面的一個態勢 有助於包括像半導體 尤其像IC設計 科技股 這個人氣的一個歸對 人氣的一個回流 那我想以現階段 到3A底這個台股本益比 本益比也不過才12.7倍 那12.7倍我想就是說 相較於之前 平均這10年來看 本益比都還有來到14.8倍 那我們不用多 只要回歸到14.8倍 這個台股會來到超過1萬9千多點以上 超過1萬9千多點以上 又是持續性的去做到創高 還會再做到持續性的創高 那所以說我想就是說在這個timing 或者說我們在今天 就以一個 我們在昨天特別來跟各位分享 第二季 就是一個叫做絕佳的一個買點 這個當下 那問題 就以一個實務這個操作策略的一個重點 又應該如為何 比如說 或者說我們在今天早上 又特別針對一些 跌深的一些相關的形態這個個股 那畢竟針對買進個股的一個買法 我想一樣分成兩種 第一種就是說 當然我們要帶各位買 這個我們一路跟各位就強調 買就買這種叫真正多頭個股 那什麼叫多頭股 站上月均線 月均線趨勢是往上 買就買中叫真正多頭個股 那針對一些跌深的一些形態這種個股 你能不能搶 我想一樣 我們在昨天花很多時間跟各位強調 你可以去搶反彈 那問題是說 無論如何你要先滿足 它第一個緩轉的一個條件叫什麼 你要無論如何先站上五日均線 站上五日均線 那畢竟我想我們在昨天這個節目 甚至在我們這個盤後 我們在Telegram 在下午的這個5點16分 依然都有針對一些個股的一個鎖定 什麼是多頭股 什麼是跌深型態這種個股 你可以去搶反彈 我想我們全面性 都有幫各位去做一個直接的一個鎖定 那這些個股我想到今天是全面性的一個大漲 全面性大漲 那我們就不妨先來看一下 就是說 不然是我們在今天早上 有特別針對一些 跌深的一些IC設計的這些個股 那這些標的 不管是說像3035的字眼 我想智原今天甚至有很多老師 今天還帶著他們的會員去做卷空 去選做卷空 那空我想一下子被尬了一個後續 今天智原是收盤收漲8塊錢 收在他今天這個最高點 那當然的話 你又是形成一個叫空在地板上 因為畢竟現階的智原的空單 還有高達2800多張 2800張 那相對我想以智原這樣個股 我老實說我們在前天也跟各位做分享 他這一趟回測 我們在當時3月30號 我們賣在328塊錢的後續 一拉回 這一趟拉回回測到上彎的季線 那上彎的季線等於是說 在這個timing 在昨天他也產生這個買點 那買點當然的話 我們在昨天Telegram 也都全面信給各位做樣子 直接分享 那畢竟針對智原 我們也很清楚告訴 在今天早上 早上11點28分 我們也跟我們所有的投資朋友們 相關分享 我想針對這種形態這種個股 你都可以去做到一趟叫做 搶他的一個叫做跌身的一個反彈 那搶反彈尤其說 我們一般以往 在跟各位做一個代進代出 我們是採一個叫短波段架差操作 等於是說 操作巡染大概是一個禮拜上下的時間 有時候是一個多禮拜的一個時間 那針對這些已經跌身 他畢竟都已經破月線 跌身形態這種個股的一個反彈 我們要是搶反彈 搶反彈我們是採一個叫做極短線的一個操作 你操作巡染大概 像今天買我們大概明天後天 就要先執行一趟出場 獲利出場的一個動作 那包括像智研我想以這兩個股 一樣你要搶反彈 一樣無論如何要先符合 第一個 你要搶這個跌身反彈的第一個 扭轉反轉的一個訊號叫什麼 站上五日均線 那我想智研他五日均線在273 273 就這條均線他今天一樣 全面性現在收在276.5 當然的話 這個五日均線又已經全面性站上去 這是代表第一個 這個緩轉的訊號已經滿足這個條件 那滿足條件當然的話 你都可以去做到搶反彈的一個策略 一搶我想以這兩個股 智研今天收盤 所以今天這個最高點 收漲8塊錢 起8塊 一樣 現買現賺 那當然的話 我想以這些跌身這個個股 我們不斷還是跟各位強調 我們就採個叫隔日沖 或是你報個兩三天之後 創高就要做出脫的一個動作 我們不建議各位一報報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以上 比如說你一個兩三天 你需要先執行一趟的一個 短線的一個 極短線的一個 架差的一個操作就OK 智研是如此 我們在昨天已經分享 各位這個買點訊號已經產生 買訊產生 今天收盤是收盤8塊 今天收盤 收盤今天這個最高點 那另外一檔我們這個老朋友 正對這個向創委 創委一樣 這幾天一樣在昨天產生買點 那相對我想以創委 畢竟這個波段 它已經形成比較低不破低 已經連續快一個禮拜的時間 低一點都沒有再做一個 就做跌破的一個策略 一個動作 那以它今天一樣 五日均現在多少 在227 227 那今天收盤是229 一樣全面性 五日均現在也站上去 我想這種形態這種個股 你依然都可以去展開一個叫做 跌身之後的一個反彈 那當然的話你也都可以跟著我們 去執行一個叫做搶反彈 搶這個跌身反彈 修正它的一個 互乖裡的一個 搶搶彈的一個動作 那後續大概 你這個極短限單 大概兩三天一樣 請各位要去執行 獲利的一個動作 創委 這是早上我們在11點28分 相關分享你可以留意做搶反彈 這種形態這種個股 那另外一檔 我想以創委一樣買點 在昨天都已經產生 那另外一檔是正在預創 預創這檔個股 今天收盤大概漲了2.6% 那像包括像志遠 包括像創委 今天收盤都是收在今天這個最高點 一樣 你敢買的人 敢強的人 全面性都是現買現賺 現買現賺 那針對預創的部分 我想我們就不建議各位 因為你再看一下 畢竟針對預創的部分 它今天收盤是漲了2.6% 那相對於我想它的五日均線 是落在66塊半 66塊半 今天收在66塊1 那相對於說 連五日均線都還沒有站上去 那各位你再不妨觀察一天 到明天如果說它的五日均線 重新再站上去的一個結果 你都依然可以來執行 這個極短線的一個 一個價差的一個操作 來搶它的一個技術性的一個板攤 針對預創的部分 我們在今天早上 相關分享的這些個股 那畢竟我想針對預創的部分 短多的買點需要已經產值 在63塊6 63.6 今天這個最低點 相對我想 以這檔個股 一樣請各位 你到明天 五日均線 重新再站上去的一個結果 依然你都可以做一個 直接買進的一個策略 這針對我們在今天相關分享 你可以跟著我們來留意 搶這個叫技術性反彈 這些別生的一些IC設計 這些個股 那另外包括我們在近期 也特別跟各位做強調 昨天魏老師我們也幫各位去列舉 就是說你在這個timing 我想操作的模式 既然第二季叫做最佳的一個買點 那你可以去留意 要買就買中 叫真正多頭個股 那這些多頭個股 不管是我們幫各位去鎖定 包括像前頂 元泰 6241的像易通展 那跌身個股 你可以包括像2351的像順德 網加 4968IC設計的利基 你可以去採一個叫極短線的操作 一樣區分 還是要區分這兩種形態 那包括像這個 多頭架構的這種個股 我們在昨天都跟各位做分享 什麼叫多頭股 它就是說它這個波段 一樣實際上做創高 創高有做回測 我們不要去做追高 我們就把握它的回測 那以易通展 我想在昨天一樣 上彎的這個月薪線又重新又站上去 代表又是你恢復為多頭 那恢復多頭當然的話 你買就買這種真正的重型 在這種個股 買的一個結果 今天是大漲 大漲6.5% 去6.8% 實際上要往這個前高來做挑戰 易通展的部分 前頂一樣 前波創高 不追高 我們就把握這個回測 一樣 上彎的月薪線又重新站上去 回測連破都沒破 代表就是維持這個多頭架構 準漲創高 今天繼續創高 收紅 前頂 今天要包括像延泰 延泰這兩個股一樣 這個波段前波創高 做回測 回測到上彎的月薪線守住 準漲今天繼續漲 一樣全面性 你買到這種叫做真正多頭股的一個結果 不是在履創新高 就是在做個叫工漲天 我想這個我們在以往 對不斷不斷 舉了太多太多綠子 給各位做讓食物上的一個分享 是針對 多頭架構的這種個股 你買 就買這種叫多頭股 持續性 就是做一個創高 就是他們的 相關這個個股 一貫的一個宿命 那針對跌深我想一樣 像順德 這波拉回很深 那拉回很深 你可以去搶反彈 問題你要符合什麼條件 一樣 上彎的這個月薪線 在昨天已經站上去 你當然可以做搶進 昨天一搶 今天漲5塊 今天起5塊 一樣全面性 搶著搶這種跌深反彈 無論如何現在把滿足第一個 這個反轉的一個訊號 就是5日均線無論如何 先站上去 你沒有站上去 我想這個後續都還會有持續性 破底的這個疑慮 那當然的話 你要先充分去滿足 這第一個條件 就是說5日均線要重新站上之後 你要搶 再來搶順德的部分 往家 趕快 除了月薪站上去以外 它的5日均線在87塊半 那今天收在88塊1 我想這個一樣 後續只要一放量就是公 放量就是公 那今天我想距離它的一個 站上5日均線大概是87塊半 大概已經收盤是收在881 一樣站在這個上面 那一樣真的這種形態這種個股 你都依然可以去做 再讓買進的一個策略 往家 後續只要有量 補量就會做公 立基IC設計 一樣這兩個股一樣 是屬於一個多頭架構 畢竟已經短線上跌很深 那我想這個就是以往 我們也跟各位分享 它的空頭堡壘在這邊 大概在250幾塊 畢竟這個還沒有全面性 一個恢復多頭 那前面有全面性恢復多頭 一樣請各位就是 來來回回 有漲我們就做獲利 畢竟他們都會做一個反戶 這個打底已經打得到 一個月內一個底 第一步已經打一個月 一定要請各位 我就說 針對底部形態這種個股 你不要想說它一下子 就一飛沖天 無論如何這些底部 這些IC設計的個股 一樣它都會做不斷反戶的一個打底 那這個是之所以為什麼我們不斷請各位 你不要抱太久 大概抱個兩三天 有轉就跑 來因應它短線再做一個打底的 這個狀況 的一個策略面的一個重點 這是針對 IC設計 一樣請各位 針對它的不同的一個架構 我們去執行 我們該做的一個策略就OK 這是IC設計的部分 那另外我想我們在進行也特別針對一些 就是說 像IC設計的整體個股 我想它的 帶動了一檔個股叫245是聯發科 那畢竟聯發科 我想我們在進行也都跟各位做分享 雖然外資還是一路賣 那問題這個 各位你也看得很清楚 外資賣的這個弧度 已經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那相對於我們在前天也特別透過這個 月線的一個乖離率的一個問題 來跟各位做分享 就是說 以聯發科 就是說這個波段 負乖離已經負了7.97 這個都已經形成負乖離過大 隨時會做反彈 隨時會做反彈 那再加上它 乖離率的這個 乖離率它也形成一個 比較打底的一個背離 各位看得很清楚 就是股價一直創低 一直創低 一直創低 那你指標 這邊負13.8 這邊負10.1 到這個創低一點 這個已經前天那一天 又來到負了8.7 代表就是說 這個負乖離這個指標 股價在做創低 指標已經並沒有去做創低 代表已經形成一個叫指標的一個打底 那打底 當然的話都隨時會展開一個叫跌升之後的一個反彈 跌升之後的一個反彈 那另外我想昨天漲5塊 今天又漲了個18塊錢 一樣全面性做這樣表態 那問題我想 距離恢復多頭 你無論如何 要先把前面那個高點去做越過 因為畢竟它還在做創低 那你也唯有你要去做扭轉 要先突破它前波 空方最後一浪的一個高點 突破再做一個打角 我會講你第一個 這個訊號你要去做觀察 突破之後它會壓回打第二隻腳 那打第二隻腳這個才叫做確認點 所以說近期你要去搶的投資朋友 我想一樣請各位 踩一個叫極短線的一個操作就OK 一買進去大概兩三天 獲利就先獲利先放口袋 一樣你有這個相關問題的話 一樣請各位可以直接 上位老師我們帶各位來執行這個極短線的一個操作 那畢竟針對聯發科我想我們在之前 不管是說從3月1號那一波的反彈 甚至到3月30號那一波的反彈 我想我們就是說在當時 你在當時你越早來找 魏老師的所有的投資朋友們 我們帶各位針對相關的持股 像當時聯發科 在當時一破線 破月線破季線之後 他有談談到1,120塊錢 我們在當時帶他們去賣到這1,120 一插插了多少插了293塊錢 一張沒賣插了快接近30萬 一張沒買插30萬 你看插多少 因為畢竟我想就是說 現接它已經都已經在非常非常底部區了 聯發科的部分 當時為什麼要賣 賣訊價位1,120 這個訊號的清零儲儲 破坦你就要賣 另外包括像字眼 我想這個就是說一樣 在前方我們賣掉之後 也回測到上面的季線 昨天就在做一趟拉回 比如說近期三大法人 外資的部分已經開始 在做一個不斷的進場 創委一樣是如此 這兩檔個股今天全面性開低收高 今天收盤 收到今天最高點 字眼跟創委的部分 你都可以去搶這個 極短線的這個 搶反彈的一個策略 當然像這個 IC設計 我想今天最主要帶動者 是針對這檔64EU的系列 系列今天大漲130塊錢 一樣是做創低之後的一個反彈 畢竟我想針對系列的部分 他前股王 那等於是說他這個time 形成一下打出第二隻腳 已經打出第二隻腳 未來一樣無論如何 要克服前高之後 才會形成一下正式的一個扭轉 這是搶反彈 那這個是多頭個股 像立即我們剛剛跟各位分享 他一樣 月薪線的已經站上去 月薪趨勢已經維持往上 那目前反彈 上面還有很多壓力 包括像季線壓力 半年線壓力 我想這個都還有很謠言 那等於說 後續依然都會形成 比較不斷的一個反戶的一個打底 立即 神盾 一樣都多頭架構的各股 過之後做回測 回測你可以做買信 上完的月薪線在109.5 天域這些都實現創低 那畢竟包括像天域 包括像敦泰 我想這個連五日薪線都還沒有站上去 我想這個個股一樣 請各位連碰都不要去碰 連碰都不要去碰 這個股我想我們在當時 賣在代哥賣在多高 快前300塊錢 一插的股價都是腰斬在腰斬 經驗今天已經 站回五日薪線 各位你可以留意 去搶它的一個 極短線的一個買點 一樣執行大概兩到三天的一個操作 就OK 經驗的部分已經可以了 那另外我想我們在近期 針對一些長多 短線長多 像上圍 這個買點在4月15號 買信在114.5 那畢竟針對風力發電 相對應 在前天它一樣爆出近期的最大量 一爆量昨天做壓回 昨天雖然有漲 那問題我想 今天過之後又做壓回 它的一個量壓在134塊半 我想在未來 後續它要去形成一個叫磁性 在做續工無論如何 134塊半 你要去形成一個叫換手成功 沒有辦法換手成功的 一樣實際上結果 我想這個是134.5 就是近期的重壓 那一樣請各位 石油者 你要去執行高賣的一個策略 上圍頭 ABC KY一樣買點 在4月15號 那刀花這兩標題 我們在前天也跟各位做分享 前天爆出它的歷史最大量 那高檔爆大量 一樣請各位 無不論如何 賣就對了 那我想ABC KY這個快篩的 昨天打到跌停 今天要漲大概半根回來 畢竟我想就是說前波 這個60塊7 60塊7 高檔爆大量的這個量壓 一樣很難 短線上很難去做突破 一樣請各位 如果說你手中還持有的話 把握再蹭蹭反彈再彈上去 一樣 量壓之前 先留意 做這樣高賣的策略 那至於我想在這個time 我想 不管是針對一些 多頭架構的一些個股 或者說 IC設計這些跌身形態這種個股 如果說各位 你有這個操作面的一些問題 尤其說 針對短頭 空頭架構的這個個股 我們也不斷跟各位做強調 一樣你要去把握 趁板彈 趁板彈 留意做高賣 那當然各位 你有這個相關 如何去成功 做到一趟太弱換牆 反敗為勝 有相關餘率的投資朋友 一樣都可以直接來電 那為了是我們在今天 一樣實際上有提供給各位這個 春季333的一個活動 買3送3再加3 一樣請各位做一個好好把握 好 最後一年才有村立 我們明天見